史上第一位议员候选人被叫招 选战最后倒数冲刺阶段 投入台中市南屯区选址的 民众党议员候选人 洪新润 一个月前收到了叫招通知书 时间就是在11月19号到25号 刚好就是选前冲刺时刻 等于说有七天的时间 不能跑选战 便需要接受军事训练 一 二 伏地挺身 马上接受仰卧起坐 脸不红 气不喘 台中南屯区民众岛的议员候选人 洪新润已经开始为七天叫招 提前体能训练 非常的错愕 因为说真的这个时间点太敏感 那我认为叫招是一个国民 他应尽的义务 所以责任来我们国民就应该来扛 那我认为说保卫国家 他其实会比选举来的重要 一个多月前他被国防部抽中 成为全台第一个要叫招的议员候选人 时间是十一月十九号到二十五号 偏偏是选前七天的冲刺黄金州 他最三考虑决定还是到成功里 接受军事训练 最后一个礼拜没有办法做最后冲刺 是很可惜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应该就要去承担 而不是说为了选举 那我们又去逃避教招 或者是想尽各种方法去请假 根据兵役法第43条 免除教招必须要生重病 家庭发生重大事故 或是民意代表正职质询期间 偏偏洪新任一项资格都不符合 太好奇啊 想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去教招 印象中应该没有人选举的时候 会去教招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整整七天没办法跑选战 洪新任说会派出分身 用一比一的人形看板 要在选战最激烈的南屯区 抢下一席之地 接着潘行王世宣台中报道